日治時期火車站都叫做義 在鹿野鄉火車站旁 就有一間80年的老房舍 過去是雜貨店 也是許多旅人跟在地鄉民 最常到的地方 現在有一位張大哥 經營管理 保留了舊有建築的結構 但是賣的卻一樣是有濃濃的人情味 鹿野鄉的歷史滿長的 從五分車那時候 台塘小路車 只有台東到花蓮 這一段距離的時候 台東到玉嶺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設站了 它最早的站名叫做鹿野翼 鹿野翼 因為日據時代的話 車站都叫做翼 這裡的地名最古老的時候叫做 鵪鱸骨 鵪鱸骨 這是日語的發音嗎 不是 原住民的發音 對 慢慢的有漢人的移民 日據時代還有漢人的移民進來以後 就取那個諧音 到最後才叫做鹿野 鹿野 這個店的歷史比較不一樣一點 其實以前的飯店是在對面 這邊是雜貨店 雜貨店 還有一些物資的進出 大概是這家店在處理 所以張大哥是現在的話 等於是也是把這邊保留下來 然後等於是讓來到鹿野玩的遊客 也可以來這邊就是先歇習一下 喝一杯檸檬汁 聽著這裡的發展以及故事 轉身發現牆面上有一個小洞 這竟然看得到這結構 是用最古老的方式 高齡土以及竹子來建造的 這邊的山上 因為雨水一直沖刷以後 它剩下來的那個泥土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它黏性比較高 黏性比較高 所以會把它弄來當那個牆 對 那竹子的用途是 它很綁喔 對 竹子是因為要增強它的那個 支撐的那個力量 不然的話你只有泥土的話 可能它等於裡面沒有那個 像我們現在的水泥建築都有 裡面都有加鋼鏡 這個在民國十一年建造的房子 至今卻保留得相當完整 也看見陸野鄉民 懷舊的情感與風格 下次來趟小旅行 不妨到陸野驛站來走走 東南宇宙部 發林鄭霍如 黃新平 在陸野鄉的採訪報導